你好 我是陈佑宁 欢迎收看华视五间新闻 新闻开始先带你来关心这一节的新闻重点了 首先先带你来看到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就是美国辉瑞药厂跟德国的生技公司 联手研发的这个BNT新冠病毒的疫苗呢 已经宣布在第三阶段的试验当中 证实是有九成的预防功效 目前辉瑞也正在加紧生产 而昨天消息传出之后 美股欧股也因此大涨 而同样的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后 拜登他也迅速成立了防疫小组 但是总统川普竟然是火速地 撤坏了国防部长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而这一次AirPad国际会议 总统蔡英文就宣布了 也是由台积电创办人庄中盟 担任领袖代表 更多的讯息我们会稍后带你一一来关心 首先先来看到美国辉瑞药厂 跟德国生技公司联手研发的 BNT新冠疫苗在9号的时候已经宣布 证实是有9成的预防效力 辉瑞现在也正在加紧生产 预估今年底就可以向全球供应5000万剂 陈时中也说有机会可以取得 只是国内专家就忧心了 这个保护力是有了 但是能维持多久还需要再观察 美国辉瑞药厂的执行长一开口 就带来振奋人心的消息 和德国生技公司合作的新冠疫苗 在进行中的第三阶段临床试验显示 有高达9成的防护力 只不过保护的时间长短 哪些族群有效 还是让国内专家打上了问号 换句话说 现在四万三千多名的受试者 以十八岁以上健康的成人为主 只要安全性没有问题 就会先给予许可证量产疫苗 而这些更年长或更年幼的族群 就只能在开始施打后 边打边观察疫苗的有效性 目前美国辉瑞也准备 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只是这一支可是日前台湾东洋 谈判破局的疫苗 台湾现在还拿得到吗 部长说的暧昧 只判除了透过COVAX和台湾自产的疫苗 政府也能给点力尽可能多放结洽 华人新闻雷雅黄瑞临特别报道 必须说的 developments 感谢观看